现在我想要问各位的是 各产品类别的利润 你看铜装它的利润是1169 下一笔的铜装它的利润是158 怎么差这么多别忘记了 因为它的铜装前面的细项名称不一样 它是像这个男铜装的直筒棉裤 它的利润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因为又乘以三笔 所以出来1169 然后呢另外那个下一个铜装 什么机能运动丰富女童的铜装 它的利润比较少一点点 它只有一笔 那现在我就说如果我也想算 各个类别它总共获得了多少利润 所以我就切到枢纽飞机表里面 我就可以一样在纸这里再去新增一个利润 385803果然对了 那我们虽然在资料透视表做出来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它上面的标题名称 数量的上小计的上利润的上 这其实太绕口了 而且不太清楚它在干嘛 我们可以改一下它的名称 这名称可以改的哦 比如说因为像这个名称是 我刚才算各类别的数量 销售数量 这样我就把这边改掉 后面这几个字拿掉 前面多加一个销售 销售数量 可以改名字你看就变销售数量 然后这个是什么销售额对不对 我就把它全改掉 销售额 然后这个是什么 销售利润 我就把后面的字删掉 然后在前面的鼓上销售两个字 是不是这样就很清楚 我每一项在做手 可以吗 所以这个算简单的了 但是现在如果我想要再问其他问题 你看我 你要注意我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我的问题是 各产品类别的销售数量 我前提是各产品类别 所以然后我刚才是先问 那个产品那个销售数量 又再问各产品类别的销售额 再来各产品类别的利润 前提都是各产品类别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沿用这个枢纽分析表就好了 可是如果现在我再换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算每一年的销售数量 我的前头是说每一年的销售数量 OK 我前头是讲每一年 你就不能用这里了 请你新建一个枢纽分析表 因为问题的开始就不一样 我说每一年 那怎么做呢 来看一下 我现在要算2016年 还有2017 2018 每一年的销售数量 那我就这样子 资料 资料透视表再做一次 但是我可以不要见到新的工作表 见到新的工作表 你就底下一大堆枢纽分析表 我们就见到现有工作表 它就出现这个 它见到哪里 你点这个一下 它就变成一格 目标放在哪里 目标我放在 刚才这个分析表 到底下 我随便选一格 按确定 然后按建立 你有没有看到底下就有了 跟上面长得一模一样 有没有 然后这边又是列蓝级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开始做 每一年你这里就是新增 下半年 2016 17 18 然后呢 多少 数量 新增 数量 哦 你看总和都一样 总和都一样 但是2016年销售的数量是2776 OK 来我再做一次 这边我把它删掉 重来做一次哦 我说现在开头的问题 刚才我的开头问题都是 各产品类别的销售数量 销售额 销售利润 前头都是各产品类别 那我们如果前头的问题都一样 我们就沿用刚才的这个 左边的列就是各产品类别 后面我增加的每一个问题 就是直接在值这边一直新增就好 对不对 但是现在我的问题是 我要请各位帮我算 每一年的销售数量 每一年的销售数量 那我等一下希望就要有新的枢纽 分析表 在底下 所以就请各位在这里 重新资料 资料透视表 然后 不是到新的工作 到现有工作表 然后 从点这个选取资料范围 它出现这一格之后 帮我切到枢纽分析表 点其中一格就好 就是说我的枢纽分析表要插在这里 然后按确定 然后再按建立 就在这里等着你 列 请帮我新增下单年 然后值 请帮我新增 数量 就每一年的销售数量就出来了 可以吗 那我做了一个 我要再问各位 每一年的销售额 以及每一年的销售利润 请帮我一一帮我做出来 好吗 请各位做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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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